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情感共鸣 爱德 西兰 Photograph珍贵回忆 触动新鲜 纳摩 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巅峰时刻 凯蒂 佩里 Firework点燃心灵 激发潜能 当我们谈到凯蒂 佩里的Firework时 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流行音乐的作品 更是一场心灵的烟火秀 想象一下当你听到那激昂的旋律时 是否会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心中燃烧 这首歌的核心主题是自我肯定和潜能的释放 让我们一起来深入探讨这个主题 并且加点幽默的调味料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Firework的歌词 凯蒂 佩里用你就像一颗烟火来形容每个人 这不仅是对自我价值的赞美 更是一种激励 想象一下如果每个人都能像烟火一样闪耀 那么我们的社会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或许会有更多的派对 但也可能会有更多的消防车在街上巡逻 这首歌的音乐视频中 凯蒂 佩里带着一群人从自我怀疑中走出来 最终在夜空中绽放出美丽的烟火 这不仅让我想起了我的一位学生 他在演讲比赛中表现得非常紧张 几乎要把自己的演讲稿撕掉 结果他深吸一口气 告诉自己我就是一颗烟火 然后他的演讲不仅赢得了掌声 还让他获得了比赛的冠军 当然这位学生的自信心也随之爆炸 让他在校园里成为了烟火王 再者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 也让人忍不住想要跟着一起唱 每当我在课堂上播放这首歌时 学生们总是会不自觉地跟着哼唱 甚至有些人还会跳起来 这让我想起了我年轻时的舞蹈经历 我在舞池中就像一颗不受控制的烟火 四处乱飞 结果不小心踩到了别人的脚 让整个舞池瞬间变成了烟火秀 不过这也让我明白了 释放潜能的过程中 难免会有一些小插曲 最后凯蒂佩里的Firework告诉我们 每个人都有潜力去成为最好的自己 无论你是个内向的书虫 还是个外向的派对动物 只要你敢于展现自己 就能像烟火一样照亮周围的世界 所以下次当你感到沮丧或怀疑自己的时候 记得把自己想象成一颗烟火 然后大声告诉自己 我准备好了 让我们一起点燃这个世界吧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让我们在生活中都成为那颗闪耀的烟火 无论是在工作 学习 还是生活中勇敢地展现自己的光芒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华丽登场 雷哈娜 Only Girl in the World 独特魅力 让人目不转睛 当我们谈到雷哈娜的 Only Girl in the World时 首先要提到的是 这首歌的独特魅力 简直就像是一杯香浓的摩卡咖啡 让人一口接一口 欲罢不能 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引人入胜 更在视觉上给人一种华丽的享受 让人目不转睛 首先 让我们来聊聊这首歌的音乐风格 它融合了电子舞曲和流行音乐的元素 让人忍不住 想要随着节拍摇摆 雷哈娜的声音在这首歌中 如同一股强烈的潮流 瞬间将听众的情绪推向高潮 这就像是 你在拍队上 突然听到一首 让你想要跳舞的歌曲 瞬间成为全场的焦点 而在视觉呈现上 音乐录影带更是让人惊艳 雷哈娜在其中的造型多变 从华丽的晚礼服 到性感的舞异 每一个画面 都像是一幅精致的画作 她的舞蹈动作 充满力量感 彷复在告诉我们 无论深处和地 女性的魅力 永远无法被忽视 这种自信的表现 让人不禁想起 古希腊的女神 无论是雅典娜的智慧 还是阿弗洛迪特的美丽 雷哈娜都能完美诠释 有趣的是 这首歌的歌词 也充满了女性主义的色彩 雷哈娜在歌中 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 并强调了 自己在关系中的独特地位 这不禁让人想起 莎士比亚的名言 爱情是一种力量 能够让人变得无比强大 雷哈娜用她的音乐和形象 让我们看到了 女性在爱情中 不仅是被动的接受者 更是主动的引导者 最后 让我们来谈谈 这首歌的影响力 自从发行以来 Only Girl in the World 不仅在排行榜上大放一彩 还成为了许多派对 和婚礼的必备曲目 每当旋律响起 总能引发一阵舞动的狂潮 让人们忘却烦恼 尽情享受当下 总之 雷哈娜的Only Girl in the World 不仅是一首音乐作品 更是一种文化现象 它让我们看到了 女性的力量和魅力 并提醒我们 在生活中 要勇敢做自己 就像雷哈娜所展现的那样 无论何时何地 做自己的唯一女孩 才是最重要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情感共鸣 爱德 西兰 Photograph 珍贵回忆 触动新鲜 当我们谈到爱德 西兰的Photograph时 这首歌就像是一张 精致的明信片 寄送给每一位 曾经拥有珍贵回忆的人 这首歌的情感共鸣 不仅仅来自于 旋律的优美 更在于它所传递的 深刻意义 记忆的力量 和爱的永恒 首先 让我们来聊聊 这首歌的主题 爱德 西兰在Photograph中 提到的照片 不仅仅是静止的影像 而是情感的载体 想象一下 当你翻开就像不 看到那些年轻的自己 和知友的笑脸 心中不禁涌起一阵暖流 这就像是时间的魔法 让我们瞬间回到那些 无忧无虑的日子 爱德用音乐捕捉了这种感觉 让我们在听的过程中 彷復也能感受到 那些瞬间的温度 而且 这首歌的歌词中 提到我们会把这些回忆 放在心中 这句话真是让人 忍不住想要点头 谁没有过那种时刻 想要把某个瞬间 永远定格 就像我曾经在一次 家庭聚会上 看到我奶奶和我小侄子 一起玩耍的画面 心中不禁感慨 这就是生活的美好啊 于是我拿起手机 拍下了那一刻 心想这张照片 一定会成为我未来的宝藏 当然 爱德的音乐 也让我们反思 这些珍贵的回忆 不仅仅是过去的片段 它们也在塑造着 我们的现在和未来 每一张照片背后 都有一个故事 而这些故事 交织成了我们的生命 就像我在课堂上 常常告诉我的学生 生活就像一部电影 而我们每个人 都是自己故事的主角 最后 让我们不忘幽默一点 想象一下 如果爱德 西兰的 Photograph 是一部电影 那么 它的类型 一定是情感俱佳 怀旧喜剧 因为在感动之余 我们也会忍不住笑出来 想起那些年轻时候的糗事 比如那次 我试图在派对上跳舞 结果却摔了一跤 成为了全场的笑柄 这些回忆 正是生活的调味品 让我们的故事 更加丰富多彩 总之Photograph 不仅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更是一个提醒 珍惜当下 记住那些 让我们心动的瞬间 因为 正是这些瞬间 让我们的生活 充满了色彩和意义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 我们一起在音乐的海洋中徜徉 从凯蒂 佩里的Firework 到雷哈纳的Only Girl in the World 再到爱德 西兰的Photograph 每一首歌 都像是一颗璀璨的宝石 散发着独特的光芒 首先 凯蒂 佩里的Firework 提醒我们 每个人都能像烟火一样闪耀 无论深处何地 只需勇敢展现自己 接着 雷哈纳的Only Girl in the World 则以其独特的音乐魅力 展现了女性的力量和自信 让我们明白 在爱情中 每个人都可以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最后 爱德 西兰的Photograph 则让我们反思珍贵的回忆 如何塑造了我们的生活 并提醒我们 要珍惜当下 这三首歌的共同点在于 它们都激励着我们 让我们思考自己的人生 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 我们都需要那份勇气和自信 去做真正的自己 就像我之前提到的 生活有时就像一场烟火秀 虽然难免会有小插曲 但只要我们勇敢面对 最终都能绽放出美丽的光芒 在结尾 我想邀请各位听众们分享你的想法 你对这些歌曲有什么样的感受 你也有过像烟火一样闪耀的时刻吗 或者你的珍贵回忆中 有哪些值得分享的故事呢 不要害羞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一起来交流吧 期待听到你们的声音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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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